各位听众大家好 欢迎回到《周末练经书》 我是秦普冲 《周末练经书》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本书 叫做《瑜伽中的能量经纬体》 这是项树林出版社 在今年五月出版的一本新书 那我们今天请来 跟我们一起分享这本书的 是这个瑜伽委员会的 台湾瑜伽委员会的总干事 邓彦英 邓老师 他也在这个瑜伽进这边 担任瑜伽老师 邓老师你好 邓老师好 好 那我们今天谈这本书 这本书其实是 作者自己讲 他是把这个解剖学 跟瑜伽结合在一起谈 他说这是大概很少人做过的 他首次做的这个 那我自己是因为 这个刚学初学的 这个瑜伽的学生 但这本书我觉得 对他对我帮助很大 我看完之后 我觉得他让我 更了解我身体的结构之后 我在做瑜伽的动作的时候 我更能够掌握 哪边的肌肉要用力 哪边的这个体位 要注意它的分布 那这本书基本上是个 作者是个很有名的 这个美国的这个 北美的瑜伽教练 很知名 很知名 那我觉得他蛮用功的 他对中医里面 也谈到了很多 还有瑜伽各个学派里面的 我知道这个 对了解的是这个 艾阳格学派的 艾阳格学派 你要不要先跟大家介绍 简单讲一下 瑜伽其实 为什么现在这么多 欧美跟西方跟东方都流行 早年的时候 我看一些新闻跟资讯里面 其实在印度的时候 早期的时候 这个西方并不是那么重视 他的这个瑜伽 可是近年来 瑜伽变成已经是 全球流行的一个 所谓的健身也好 养心也好 那谈一谈 瑜伽有哪些派别 基本上的有一些 像我知道 您是刚讲艾阳格派 他里面还提到一个哈达瑜伽 哈达瑜伽跟阿什坦格 对对 您大概谈一谈瑜伽 然后瑜伽 最主要学瑜伽 他对我们这个人的身体 跟心理有什么好处 好的 谢谢金老师 基本上20年前 台湾的瑜伽洗脸 都偏向于 比较注重 就是流动的体位法 就是 有点像是拉筋 可能很多人 就是想到 一提到瑜伽 首先想到的是拉筋 还有做很多高难度的动作 因为 因为我们常常讲说什么 拉长一寸筋 多活几年 对 大家都想到好像瑜伽就是伸展拉筋 对不对 可是近几年 因为前面的那十几年的错误的练习 会导致了很多人在瑜伽里面受伤 很多人对瑜伽就有误解 那因为这样子的原因 这几年 Ianga开始流行 为什么Ianga开始流行 因为Ianga主要是运用辅具 帮我们做到 让身体先找到根基 让骨盆正位 让我们的脊椎来到一个中正的位置上 在这样的基础上练习 符合人体工学的基础上练习 才避免受伤 因为每个人的身体的构造不一样 很多人看一下瑜伽图片 看一些瑜伽图片 就照着做 他看不到自己 其实根基不稳定 该启动的肌肉没有启动 然后很多的压力都来到关节 或者是骨盆歪掉了 或者是脊椎可能有脊椎的一侧缩短 另外一侧又拉长 可能就会这样子的原因造成受伤 所以换句话说就是 不做还好 越做搞不好 因为体味变得更糟糕 更疑味 我自己也是亲身体验 在您讲的就是说 很多人大家都喜欢 这个YouTube中间很多有瑜伽的教学 其实老师都很好 因为我自己学瑜伽也是最近一年多的事 学完以后我就觉得 就是说去看的时候 我才知道就是说 你旁边如果没有一个正确的指导 像您刚刚讲的这个爱阳格 爱阳格这个是最主要是用很多符句 让你的基本的这个动作能够到位 正位 正位就是 跟基 对我们等一下谈到这本书里面 谈到很多这个如何让你的身体能够 来到 很直很正的向上 好体位 那所以自己去做的时候 搞不好这个知识错误 自己看不到 反而造成自己的身体的伤害 对 是的 对 所以这本书里面谈到了 就是说 他这个作者呢 他谈到就说 其实人的身体啊 有五个水平隔膜 你要不要谈谈这五个水平隔膜 就很有趣 他就 我看他这本书 他说很多瑜伽要用隐喻 就是用一些比喻 来说明最好 他说人呢 就像 为什么眼镜蛇可以挺起来 其实就是因为 他有一个脊椎也是一样 对不对 他脑袋也跟人一样 比较大一点 对 所以他说 一切都是从主体开始 这个生命之力 那又像水底的莲花一样 为什么莲花可以 这样细细的一根 这样撑撑撑撑到水面上来 其实他主要力量 也是生命的力量 从下而上 贯穿 那他形容这个 就很像我们中医里面 讲的这个所谓 任督二脉 有一个 我们有这个走气 有气这样打通 任督二脉 那他们这本书 谈的是叫 Pranayama 对 你要不要谈一谈 基本上他谈的这些观念 而且谈的这个五个的 所谓的水平隔膜 金老师果然很有研究 已经很深入的读这本书 确实 他的这五个水平隔膜 其实都是为了中轴线而服务 就是我们的中脉 因为所有的瑜伽练习 不管你是哪个派系 都是他的 他的那个中 他的中主 他的就是都是源自于哈达瑜伽 哈达的意思就是阴阳 就是阴跟阳的平衡 太阳跟月亮能量的平衡 所以中轴线指的就是我们脊椎前方正中央的这条中脉 那中脉贯穿着七个脉轮 那这五个 五个分别这五个水平隔膜 其实也是在这 在在刚好就对应在这 呃这个七个脉轮之上 譬如说我们呃刚才老师提到的五个水平隔膜 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足弓 足弓 那足弓这个足底的筋膜 这个筋膜平面呢 对应的就是海底轮 它连接着大地 连接着地球 海底轮就是在我们的这个腹部的底部 这边 肺椎底部 肺音部 对 那呃呃呃 在呃呃 这里有一个呃 就海底轮有一个剑神经虫 那剑神经虫 它是从那个底骨这边 底骨这边长出来 它是人体最最最大的一条神经 就是像拇指一样粗 像树根一样蔓延到我们的两条腿 一直到你的神经末梢 那我很多人不晓得怎么样去找到自己的足弓 很多人不知道怎么站立 就是他呃 就如果说你没有呃 深入的练习瑜伽的话 可能你不知道你你觉察不到你的脚掌 其实你观察每个人走路你就知道 很多现在一般你看他走路的时候 其实他足弓是塌下来的 足弓塌下 年纪越长足弓几乎都塌下来了 所以换句话讲说你呃呃就是要练瑜伽 其实从脚底练其实非常重要的 对对对对 就是你的根部嘛 根基对对 所以瑜伽有一些体位叫根式 三式啊或者素式啊 素式啊三脚式啊 都是在锻炼你的脚掌 对对对对对 足部跟腿部的这个让你站得稳嘛 对对对 其实我们稍微因为大家跟我一样啊 都是初学不懂的话都不知道 这个所谓的刚刚讲的五个水平的隔膜 他其实就是说因为你身体这么细长上来 人是站着走路跟动物不一样 动物是四只脚 对 人可以站起来 嗯 其实就是因为我们有这几个水平 对对对对 这五个水平的隔膜 他一节一节支撑你啊 对对对 让你可以保持平衡往上 没错没错 所以刚刚讲您讲的 第一个这个脚底的筋膜 大家用手去摸摸脚底就知道 是一个 脚底有一块横的这个筋膜 是靠近脚掌的地方 对对对对 一块横的那个 一个厚厚的肉垫 一个厚厚的肉垫 对对对 这个地方就牵涉到就是说 怎么让足弓 我看这个您刚刚我们也谈到说 人体身上有四个弓 一个是颈子 颈子 其实我小时候老以为颈 脖子要挺得很直才是健康的 其实脖子是有一个有一个弓的 对有一个自然的弯曲 自然的弧线 然后到我们的臀部腰部这边 也有一个弓叫腰弓 腰弓 然后我们膝盖这边有一个叫国弓 国弓对 锅绳肌的后面膝盖窝 对对对 然后脚底有一个脚弓 对 那你刚刚讲脚弓很重要 脚弓他们有分外侧脚弓 内侧脚弓 内足弓 外足弓 还有前侧横足弓 横足弓 对对对对 所以练足弓其实是最基本弓 我跟着这个邓老师 是我的这个瑜伽老师 我跟着他练习的时候 就发现到这个人要站稳 站稳以后你这个精神就会来 对 其实这个战弓很重要 其实各家门派都会来 有人讲叫金刚战 对不对 那个西藏藏山佛教讲的是金刚战 然后那个中国武术 他们如果就是拜师学武功的 要先战三年庄 打庄嘛 对三年师父才会教你那个套路 所以你看我们人老的时候容易摔倒这些 都是因为这些足弓没有站稳 然后腿部的肌肉 没有站稳跟坐骨 就刚刚您讲的海底轮这边没有配合 一直到顶轮 其实人是一条线这样下来 对对 我就是我在教学的过程当中 发现非常多的就是的人 他们的在站的时候 他们的脚趾头是抓 就是揍起来的 是揍起来 那你的脚趾头揍起来 是收起来的 对 脚趾头没有 像爪子一样勾起来 对 脚趾头没有摊开 脚趾头没有延伸 那脚趾头没有延伸的话 竹背的竹背的这些筋膜就没有打开 那筋膜没有打开 你的足弓就是塌陷的 那你所有的力量都就会来到 你的内侧没有力 足弓没有 足弓没有提起来 内侧没力 你就会塌到外侧 所以很多人穿鞋子 可能回去看一下自己的鞋子 磨到外延 外延 对对对 外延都被磨得很多 然后内内里面的就没有被磨 就表示说你都是在外侧在用力 内收鸡群没有力量 当你的足弓有力的时候 足弓这里有一条 有一股力量顺着你的小腿内 小腿和大腿内侧向上提 会来到你的海底轮 来到你的腹骨沟这个位置 你的脚掌才能够跟你的骨盆连接 是 其实我个人自己有轻微的扁平足 但是我念鱼腰之后 我觉得我那个扁平足的状况改善很多 跟我女儿一样 所以我现在走路都盯着他 就跟他讲说 你一定要第二根指头 膝盖朝向 对 第二根指头 脚尖一定要朝前 对脚尖朝向 因为否则一般 所以我现在走路在人行道上去看 在后面就看前面那走路知识 对不对 是 我发现十个有八个大概都没有用到足弓在走 是 所以因为海底轮 现在我们在谈足弓 足弓除了你要就是练习 让你的腿部有力量 让你的脚掌脚的根基稳定之外 最重要的一个它涉及到我们的情绪 那因为海底轮它是一个生存的脉轮 那如果说我们有没有发现 就是年纪越大的人 他害怕的事情会越多 他越来越不勇敢 会越来越会恐惧一些事情 就是因为海底轮失衡 那如果你的海底轮稳定的话 你的内在的恐惧会变少 我们会变得坚定 就像山一样 就像我们在做三四站姿一样 所以他为什么叫做三四站姿 就要像一座山一样稳定 坚毅充满智慧 换句话说你讲的海底轮 也就是我们的所谓的骨盆这个地方 海底轮就是整个骨盆 应该确确的说 应该是会阴以下一直到脚掌 会阴也是一个很有趣的地方 我还特别去上去查了半天 才知道它在哪里 知道它是一块横的一点 横墨之后 骨盆底 其实它是在我们的生殖器 跟钢门中间那一块 那一小块 自己要去洗澡的时候 去触摸一下才知道会阴在哪 其实会阴在瑜伽里面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我们休息一下 待会回来继续跟邓老师谈 海底轮 欢迎回到中文念经书 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这本书是 瑜伽中的能量经纬体 这是项树林出版社 今天出版的新书 我们今天请到的是 邓燕音 瑜伽老师来跟我们一起谈 邓小姐我们刚谈到的 就是说这个骨盆这边 会阴这一块 实在是很重要的 您刚刚特别中间讲到 有些妇女生产 这个比较痛苦 因为紧张 您要不要谈一谈 很多就是女生在生产的时候 因为不知道控制会阴的肌肉 然后再加上紧张 那呼吸 呼吸又急出 当我们的呼吸急出的时候 肌肉就会紧张 那这整个骨盆的肌肉紧张 导致全身的肌肉都紧张的时候 就会影响我们的子宫口的 开口的时间 所以就会 那个痛苦的时间就会拉长 那如果说你生产前 有运动的习惯 或者是有做骨盆底肌群的练习的话 那你生产就会变得 非常的非常的 就是过程会很短 不会那么紧张 对对 痛还是一样痛 因为真的就是那个十几痛 对生产是人类 最痛的 那个痛是最痛的 是十几痛 那痛还是一样痛 只是过程会缩短 可能就是几分钟就结束了 那如果是 你看到很多很多产妇 可能就是在生的时候 可能就会在那边 就是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 就因为他不知道 怎么去控制会应的肌肉 就是你的骨盆底的 骨盆底的肌肉无法控制 那骨盆底肌群 所以我们刚才聊到了海底轮 那骨盆底肌群应该是 就会来到生子轮的范畴 对对对 这个我们再跟听众解释一下 没有学这个瑜伽 跟我一样初学的话 就是说所谓的七个轮 那个轮是轮胎的轮 轮胎轮 然后七个轮就从海底轮 然后到腹轮 腹轮就是腹轮也叫做生子轮 在肩椎的前方 持骨的后方 就是这边有关的器官 都是瑜伽要练习的部分 对对对 主要是生子系统 生子系统 再上来叫做肚脊的脊轮 脊轮也叫做太阳神经虫 对 那就是要练这附近的脊轮 有包括消化系统 消化系统 对对对 是 脊轮在上面呢 在上面心轮胸腺的位置 胸腺 这里是心轮 对是情感的中心 心跟横隔膜是有连在一起的 我这边看才知道 对呼吸 呼吸的这横隔膜 我从来不知道 心脏有时候还会随着呼吸 上下有时候移动一些 是会会会 然后这个心轮上面是喉轮 喉轮 喉轮就是指身带附近 对不对 包括我们的下颚 对不对 下颚也很容易紧张 人一紧张收紧下颚 会磨牙这些都是 也是情绪 我原来也不知道 这个身带的肌肉是横的 原来是直的 其实他的身带是横的 就是第四个 第四层膜 对第四层水平膜 然后再来是眉心轮 眉心轮 就谈到了我们的鼻腔上方 这个蝶骨 其实在读这本书的时候 必须要照着人体解剖学的 这个图去看的话 就更能了解 瑜伽其实他要练的是 哪一部分身体的器官 顶轮其实就是讲到了 头顶的这个 头顶上方 大概一个拳头的位置 我看里面顺便 就很有趣的意思 他说人的脑袋 我们的脑容量 其实是因为生产的时候 必须经过产道 所以没有办法长很大 否则的话人长很大 那小孩子为什么 头上有两个洞呢 就出来之后 还可以挤一挤 可以挤出来 没错 就还没发育的脑 比较小一点 他的意思是说 我们脑袋里面 有这个几百亿到一千亿的 这个所谓的神经元细胞 然后连结 那如果要不是为了生产 要出来窄一点的话 他其实可以发育的更大 换句话讲 就像外星人一样 这个题外话 我们回来要谈谈海底轮之外 谈谈富轮 你要不要谈谈 富轮要练的器官是哪里 那海底轮 你刚刚讲说要加强 在瑜伽里面有哪些 通常哪一些 暂直 暂直 我们平时如果没有去瑜伽教室练习的话 可以通过经常走路 快走 用快走的方式跟大自然连结 或者是你去草地上脱鞋子 让你的脚掌确实的跟土地连结 因为现在都市人跟土地连结的机会很少 所以很多人的海底轮是失衡的 两条腿 可能膝盖的两边旋转的那个弧度也不一样 骨盆旋转的弧度不一样 很多人就是后天的长短腿 会造成很多很多就是根基的问题 换句话就是说 因为长生下来到这个几十年下来以后 你身体的体位都已经走位了 对对 骨盆 都是走位了 骨盆也走位了 膝盖也走位了 对对对 你的这个刚刚讲的竹站的不稳 竹其实脚站下去是有四个脚 然后竹根它说要像三叉戟一样这样 脚根后面有三个点 我们的脚根 脚根的正中要有一个点垂直 垂直地边 旁边侧边各有一个点 各有一个点 我们要要要这三个点平均受力在地面上 那很多人就会倾斜 为什么会倾斜 因为它的骨盆倾斜了 然后骨盆倾斜 我们会发现说 就是你刚刚讲的海底轮 它有失衡的状况 对可能倾斜向右边 有些人可能倾斜向左边 那像瑜伽练习里面 特别有一个瑜伽老师 非常重要的责任 就是要帮助学生 找到他的两边的受力 哪一边比较强 哪一边比较弱 哪一边比较紧绷 哪一边比较放松 然后调整 对就在练习的时候 就要针对身体的状况 然后进行体胃法的射击 比如说比较强的那一边 我们可能就会比较注重伸展 放松紧缩的肌肉 那比较弱的那边 可能就要侧重于力量的练习 肌肉的练习 肌肉力量的练习 那这样久而久之呢 两边就越来越平衡 因为瑜伽主要就是要练习平衡 平衡 像我是左拐就是左边比较紧 是左边比较紧 所以要伸展 右边就要锻炼我肌肉的力量 你要我单脚去站 我左脚站得很稳 右脚一站起来就抖抖抖抖 对对对 就是练术士的时候 术士对对 很明显很明显 非常明显 所以这个瑜伽就是让你这个 施痕的部分 靠体位 这个把它重新回到整位 整位 对对对 那要不要谈一谈这个海底轮 谈完之外谈一谈这个副轮 生子轮对腹轮是 腹轮是骨盆的区域 那骨盆很多人 现代人很多人骨盆僵硬 因为我们可能因为工作的关系 现在生活形态的关系都久坐 久坐 这个旁边的这些肌肉 它都是越来越失去坦性 这边肌肉有哪些肌肉 有这个胯腰肌 胯腰肌 还有就是骨盆 这些很多的韧带 就是连接的韧带 还有离状肌 臀中肌 臀大肌 这些肌肉 这些肌肉紧张的话 都很容易造成我们的下背酸痛 那很多人可能有过这种经验 就是坐久了 一站起来 腰栓背痛 这都有可能是你的 臀部的肌肉 离状肌 还有里面的这些韧带 就是已经僵硬了 离状肌就是在屁股肉垫 下面的有一条 对对对 有一条比较深层的肌肉 那条肌肉很深 对对对 是包在里面的 对包在里面的 对对对 做开宽的练习 要停留的时间 要稍微久一点点 可是在做开宽的时候 也要非常小心 是说 你不能过度的旋转 然后你在做旋转之后 你一定要要做回复动作 因为过度僵硬的骨盆 虽然不好 但是你过度松弛的 过度灵活的骨盆 也不见得是好事 对也不是好事 我们休息一下 待会儿回来继续跟 我们邓老师一起来谈 这个宽骨 怎么开宽 欢迎回到中文链军运术 我们今天是跟这个 邓严英老师在谈这个瑜伽 这个刚刚谈到的部分 就谈到了这个骨盆的部分 也就是所谓的副轮的部分 那刚刚谈到就 这边其实就是骨盆 其实就是最重要一个 就是你的宽骨 宽关节 对宽关节 还有你的咖 腹骨钩 咖腰这边 咖腰肌也在这边 腹骨钩这边 所以人这边 大部分这边都很紧张 他说 所以我们常讲说 瑜伽老师讲说 你这边宽关节太紧 要开关 开宽 对不起 我的发音不好 开宽 你要谈一谈 怎么 开宽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 在瑜伽里面 很重要的 最基础的 刚开始的课程 很注重的 你们要谈谈这一块 像如果是瑜伽体位法的话 很多的练习都能够帮助我们开宽 像三角式 英雄二系列 英雄一 这些都能够帮助我们开宽 那些都是一些体位法 一些把你拉开的 大腿内侧 大腿内侧 当你的宽紧的时候 你的大腿内侧一定紧 所以说我们在 金老师很喜欢做的一个动作 就是仰卧竖脚式 然后竖脚式就是你垫两个沙呆在上面的 那个就是脚掌相对膝盖分开 各十公斤 对对各十公斤 有点像瘦型一样 是是是 就是要把你的宽给打开 是 可是我真的 我学了瑜伽以后 这个宽有比较开之后 我觉得人比较精神气爽 尤其也是胸部 等一下我们讲到胸部这边 这个肩线可以回到原来的这个 所谓的耳朵的下风这边接近 这个整个人就觉得呼吸都比较好 所以瑜伽很重要的是呼吸 对不对 你刚刚讲说开宽 我看这本书里面讲 这个作者讲 开宽其实是每一个瑜伽老师最重视的 对 学生刚开始 如果我们是自己在家练习的话 可以做一些就是 自己的腰椎有支撑的 你的身体上半身有支撑的 开宽的练习 譬如说像晚上睡觉之前 一举两的你躺在床上 靠墙壁躺下来 然后你的你的臀部要完全贴墙 腿靠在墙壁上 把你的两条腿往外打开 那个叫做仰卧坐脚式 这个练习就可以打开你的大腿内侧 让我们的髋关节能够外旋 然后让我们的髋关节里面的 这些筋膜韧带 能够慢慢慢慢慢慢的 变得比较有弹性 让这些组织液身体里面的 这些液体 就是这些所谓的 就是关节里面的这些润滑液 能够慢慢的去再回到 你的骨盆里面滋养你的骨盆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练习 所以瑜伽是要每天很勤劳的 做一做即使短短的 那我最近学了一年多 最近开始比较勤于练习 我就感觉到效果差很多 效果差很多 所以这个整个人 第一个精神变好了 所以今天特别跟大家谈 其实是分享这个 所谓学瑜伽的好处 可以让自己 这个生活的品质提高 您刚刚讲到就是说 这个人到了这个年纪大的时候 是不是四肢开始都比较僵硬 肌肉都 重心会往下移 因为我们练习家就是要让 就是要练习把你的重心向上提 对很多人重心下移之后 地心引力的关系 对地心引力的关系 压力会来到膝盖 你看年纪大的人是不是 膝盖脚踝很容易有问题 对对对 就容易摔跤他们 对对对 那这承受的重量都在关节 这是因为你的肌肉没有启动 所以我们在练习瑜伽的时候 如果你的髋关节灵活 你的髋关节变得轻盈的话 那你的能量就可以向上提 向上提 那你的重心上移的时候 那两条腿就会变得比较轻 而不是好像所有的压力 重量都来到腿上 对对对 所以那我们在讲了开宽的部分 在晚上睡觉之前 你可以找一面墙壁躺下来 然后让你的两条腿往外打开 打开个一两分钟之后 再慢慢的回来 回到两条腿 并让你的大腿内旋 休息一下 然后再做第二次 这样子是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比较可以做的联系 对 在做瑜伽各种体位的训练的时候 刚刚讲的艾昂格是强调 这个用辅具来帮忙 所以他可以很到位 我看这本书也特别提到说 他之所以很受欢迎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强调你这个 基本的这些知识要到位 要正位 那可是不管是哪一派的这个瑜伽 都很强调这个呼吸 因为瑜伽的这个最大的精神之一 就是要呼吸要平衡 要平衡 这本书谈到的这个所谓 Prana 这个知习 就是指的呼吸的这个 是 没错 因为我们练习瑜伽体位法 只是占八支 就是瑜伽八支里面的其中一支 我们瑜伽八支主要有 第一个就是 Yama Yama就是 Yama是瓷解 是关注于社会道德 是我们基本的那个 人在这个社会上 就是的一些准则 一些道德准则 换句话讲就是 你不但是练体位而练心 对对对 然后一切都是像内设 像内设设 然后Yama 然后第二个就是Niyama 第三个是Asana Asana才是体位法 第四个是Prayama Prayama跟Asana 都是对身体跟呼吸的联系 对 那呼吸 其实呼吸很重要的 就是他讲的 要正确的呼吸 对要正确的呼吸 我常被我太太吵下 就是我以前运动 都是肌肋运动 所以大部分都不是用腹式呼吸 我们都是胸式呼吸 因为我们参加肌肋运动 常常很喘 可是胸式呼吸 久了以后 你呼吸会越来越短 你的横隔膜没有运动到 对没有运动到 那因为横隔膜 横隔膜跟核心 很很的关联很多 如果你能够控制你的横隔膜 你就能控制 我相信不只是我 大概很多人到现在 还是找不到 没有找到正确的腹式呼吸 是是是 你要不要谈谈的腹式呼吸的最基本 它的横隔膜是怎么样移动的 呼吸跟吸气之间 我们可以就是找一个地方 安静的坐下来调整呼吸之后呢 让你的右手啊 放在肚子上去感觉你的呼吸 不要控制完全的感觉 感觉你的腹部是怎么行动的 那 吸气的时候腹部要隆起 对 就是很多人可能 很多人在没有进行训练的时候 很多人可能就是吸气的时候 腹部是像内手说的 就是用胸式呼吸 这就是像我们以前激励运动 我们休息一下 回来再继续跟大家谈 怎么来做正确的腹式呼吸 其实对身体健康非常有帮助 欢迎回到中部念经书 我们今天跟邓燕音 瑜伽老师在谈这个 刚谈到腹式呼吸 你这个导师跟大家这个分析 教导一下 怎么做正确的腹式呼吸 像我就错了好多年 如果没有经过训练 确实是大部分的成年人 我们就是儿童 六岁以前的儿童 他们都是腹式呼吸 自然的 自然的 你看那狗一样 跟小孩子一样 躺在那里肚子就是一起 对 一落 那就是正确的腹式呼吸 大了越来越紧张 压力越来越多的时候 就会变成胸 呼吸会越来越浅 怎么正确 我们可以就是找一个舒服的坐姿 最好是你坐在高的椅子上 高的椅子上 然后你的两脚打开 跟你的臀部同宽 脚掌踩实地板 你的膝盖跟脚指尖 都朝向正前方 让你的坐骨扎根在椅子上稳定之后呢 就把手放在你的腹部上 右手或左手都可以 那感觉一下你现在的呼吸 是什么样的状况 调整一下你的呼吸之后呢 再慢慢的 有控制的 在你每一次吸气的时候 感觉呼吸来到身体的最底层 让肚脐去推走 手掌形 吐气的时候 慢慢的让你的腹部放松 肚脐回到原来的位置 然后肩膀放松 吐气要越长越好 对越长越好 我看书上提到说吐气的时候 其实是你会阴的前部 要稍微收缩一下 没错 那吐气的时候 如果说品质比较好的 腹式呼吸的话 吐气是吸气的两倍 因为在练习移椎的时候 其实我们比较注重是吐气 因为吐气能够放松 我们的肌肉跟大脑神经 对 我看到这个树里面 还教有一种叫做 暂时呼吸法 就是你可以先吸一口 停几秒 再吸一口 先吸百分之四十 再吸一口到百分之八十 停一停 然后再百分之百吸 这样训练你的这个吸气 吸气会比较这个彻底 对 可以达到 可以把你的横膏膜推到最下方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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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你的整个胸腔都充满空气 对 是 所以这个呼吸 你像跟大家讲说 呼吸就有氧气 所以你吸的越多 其实对你的整个身体的循环 而且呼吸越慢越好 如果说 譬如说我们每个人 我就很糟 我记得 你们上课 你记得我刚开始的时候 跟气喘如牛 每次吸的时候 没错 没错 现在好很多 现在的呼吸声变得 游和很多 还有在家讲 继续努力了 以瑜伽的观点来说 我们每个人的一生 譬如说 我们每个人一生的呼吸 有无私益词 这是你的扣打 扣打 对 那如果说你的呼吸急促的话 你的次数是不是 消耗的快 很快就用完了 对 那如果你拉长你的呼吸 让你的吸气跟吐气 变得深沉缓慢的时候 你的寿命是不是比较就比较长 我们今天没有时间 把每一个脉轮都谈了 一直谈到要谈到顶轮 就谈到头顶了 还有喉轮这些 但是我觉得有一个 对听众朋友来很有帮助 对我自己很有帮助 因为我长时间看书 有时候做得很久 一站起来 因为你看很多人都讲 你坐一小时 就要站起来动一动 可是站起来 还是腰痠背痛 那跟坐姿有关 这个书里面有一个 对我很大帮助 我这两天的实验 因为你坐姿的时候 他用两个人做比较 就一旦你的这个 我们的腰椎下面有五块 这个骨节 有五块 这五块很重要 第一骨节跟第五骨节 对不对 那他说你一坐下 这个坍塌式的时候 是伤你的腰的 没错 所以他一定要那五个 稍微前傾有一点弧形 就是你腰 从胯骨这边下去的 这个这五个 不是我每天讲胯骨 应该是咖骨 发音不对 咖骨下去的这个五节 其实是要往前挺出来 你不会让他坍塌下来 你要不要跟大家解释一下 怎么做 然后这个 这个肢骨 其实读这本书 一定要拿个 这个人体解剖的图形 或最好是有一个人 人的这个 这个所谓的模型 骷髅模型的话 那就更棒了 是 他看到这去练的话 我仔细研究了半天 把这个肢骨这边 称直 肢骨要直 然后这五个关节呢 稍微有一点 向前突的弧形的时候 照他讲 那是最好的 是不是这样 你要解释一下 是 其实我们的 刚才我们就在谈 就是金老师在讲的 那个自然的弧度 这个弧度 就是我们一开始 节目一开始 在讲的那个水平面 就是这个水平 水平模 就是第三个 第三个腰功 就是很隔膜这一块 就是 这个平面 它是一个自然的弧度 那在往下走 来到间椎的时候 间椎要向下垂直于地面 那很多人 很多人间椎会往上翘 会往上翘 就是你的腰椎 过度的坍塌 那压力就会来到 来到你的间椎 所以你就会觉得 下背不舒服 所以我们在这里 一定要让你的丹田 丹田这里要 微微微的向上提 要让你的间椎 向下延伸 就好像你的间椎 要往下沉到地板里的感受一样 换句话 你做的时候 你的两只脚掌要着地 着地 脚掌要着地 不要把脚收回来 放到这个椅子这边 特别不能翘脚 对 你这样一放 那你整个后面那块 就像头背一样 那个腰就拖出来 没错 拖出来 所以你两只脚 我后来现在看 说我就两只脚 是四足着地 不是四足 我只有两足 两足着地 两足着地 四足变 四足动物 两足着地 就脚掌稳稳的着地 是 然后让它的这个 后面你刚才讲 这个脊椎这边是直的 脊椎 脊椎垂直地板 对 然后你这个 所谓的腰弓这边 稍微有一点点向前 一点点自然的弧度 不能够让它摊下来向后 对对 没错 没错 这样坐一坐 我坐一个小时 然后站起来的时候 没有不舒服的感觉 是 否则我现在 在学会这个之前 我大概坐超过一个小时之后 站起来都是不舒服的 然后都要再动半天 才回复舒服 这个我觉得很重要 对 因为刚才金老师在讲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观念 就是你在坐的时候 不要以为我们的两条腿 就不用力了 对 在坐姿的时候 你的大腿的力量 还是要启动 也就是说 你的膝盖跟脚趾头 还是要朝向正前方 像90度一样 对对对 然后让你的 这时候你的坐骨才能够扎根 坐骨就是我们臀部 摸上去有两块圆圆的骨头 那个叫做 在解剖学的术语叫做 坐骨结结 这两个坐骨结结 一定要像钉子一样 钉在一只上 然后腿 你的脚掌 脚掌有四个钉子 一定要找到 就是你的脚掌 脚掌 这脚掌要像钉子一样 扎根在 那个地面上 然后你的坐骨 也要像两个钉子一样 钉在椅子上 然后肚子微微向内受 一点点不要刻意 就是你有感觉到 你的丹田的气 有向上体 然后尾椎向下延伸 这时候你的坐 你坐不要说 不要说坐一个小时 坐两个小时都不会 对对对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 丹英老师 那因为这个瑜伽的好处呢 今天这个已经略知一二 大家听了以后 最重要的是 大家有一个健康的体魄 就一个快乐的心情 好 谢谢大家 谢谢丹老师 谢谢丹老师 谢谢